花蓮县政府办理的永兴农地重划区农水路工程 15号上午举办了开工动土典礼 贵宾们在焚香祈福过后 一同的磁产动土 助导工程发展顺利以及圆满 期盼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 完善各项的基础建设 简安乡永兴村的农地大小不一 加上农路过于狭窄 不利于排水灌溉 在农委会经费补助下 花蓮县政府进行永兴农地重划区农水路工程 并在15号上午举办了开工动土典礼 第一产开工顺利 海地平安动土顺利 首先我真的要恭喜也要感谢 第一个是回为大概三十几年 从五十几年到七十三年 整个台湾在做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整个发展区的时候 其实都有在做 但是这个三十几年后 花蓮县我们第一个107年提案争取 到现在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协调沟通 还有委员以及乡长 更谢谢之前担任这个简安乡的黄兴 黄乡长也是现在的黄议员 大力的这个疏通以及支持 让这个计划能够把它如期能够完成 我想这也是未来花蓮三十几年后 再一个新的示范区 更希望我们透过这个计划的完成 让我们的土地更好的做到更好的利用 以及我们农水路的部分 能够这个水路以及农路 能够让我们的农友能够在耕种的时候 更加的便利还有收益更加的能够增加 这次重画的范围从永新村东起 复兴一阶西至永新九阶一带的农地 含有23位土地所有权人 近80笔土地 总面积共有13公顷 那重画的主要目的就是像我们 我们在地极地形上 凌乱细碎 不适于耕作的一些土地 透过这个工程的一些技术 以及整个的规划 把我们的地极 整理到我们适合做农作 也有农路的贯穿跟水路的灌溉 都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 我相信永新农地重画 也开启了整个我们在农地重画的一个 这样的第一个首例 尤其在简箱里面 多位的这个委员来做执行 我相信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沟通设计 经历过到目前66.67的土地 所有人的同意 今天终于来完成 这样的一个动工的工作 那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在吉安相近 所以吉安相公所会承担起 整个协力的工作 花莲县政府计划在重画范围内 将吉林布整 不适用于农事工作或不利于排水灌溉 不和经济利用的农地重新规划 希望每一块农地都能适应新农业技术的要求 让土地得到良好利用 并促进高经济农业发展 而这项工程预计在民国110年底就会完成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